所以你看到吃椰油的 你會立即很精神 你吃成的人很精神 而且你會瘦得很快的人 我們嘗試看看圖十一 圖十一 回到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既然已經有 問題是最後的 編述式不是最後的 既然已經有很多證據 證明膽固上是好的 為何醫療仍然說謊 並且將這些資料隱瞞 因為現在你看到是轉來轉去的 因為很多治療資料 很多人仍然以FDA做最主要的檢定 但FDA從頭到尾 我們以為 它會為了你身體健康 而去執行它的工作 但不是的 其實是不是的 它只是為了錢 簡單來說 而在我所檢查的資料 其實我們十三年前的事件 都跟FDA可能有關 其實所有關於健康 使它賺不到錢的東西 其實它會動用政治 它會動用警察 醫療壓力 用很多的東西 它會搞到你一鍋舖 基本上 FDA基本上是為了自己賺錢 但問題是為何 所以現在很多醫療學說 都是由FDA出來 就收工了 那些東西是不會準的 那 其實為何現在明明膽固醇是好 它是降低我們病 使我們救急 現在有這麼多好處 但是所有報道不是這麼說 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藥廠 現在其實世界上 政治力量最大 有兩批人 它是影響了哪一個 想去做總統的 第一批就是石油大坑 第二批就是藥廠 是他們控制的 其實他們很多時 這兩批人來 都是美國總統的競選 這兩批人給最多錢 所以藥廠 他們一向是利是圖 西藥廠花了這麼龐大的資源 去研究 在石油當中 創造了一些毒死你肝臟的 膽固醇藥的話 既然投產 就當然大賣特賣 就是這個理由 那你放心 藥廠從來不會單單獨鬥 一向藥廠 他們會有很多銷售 去教育這些醫生 教你去吃這些藥 你只看一個很明顯的文獻 在30年前的文獻 其實這些藥廠 說你的血液當中 有240個mg的膽固醇的話 就要吃他們的膽固醇藥 但你知不知道他為了賣這些藥 他將這個標準 其實是每10年降一次的 在1984年的時候 他說不是240那麼高 就算去到200那麼低 都要吃 現在來說是180 是變緊的 因為藥可以買得到 所以他們派出這些銷售 西醫就很容易做了 因為首先他們要說服病人 他們是有病的 你高膽固醇 但要說服病人 相信自己有病是很容易的 因為你不是病人 你也不會找醫生 你病的 你說給人家怎麼痛 你多說一點 說多一點 你痛得怎麼樣 你心痛得怎麼樣 晚上睡不到 還有些甚麼 雙腳是否走到 你看著我清不清楚 把舌頭伸出來 辛苦不辛苦 你很容易說服一個病人 告訴他他病的 我告訴你 因為膽固醇高 就是吃這隻 當然在很多地方 他們醫療是有保險的 並且是政府付款的 但無論誰付款都好 都是西藥廠去收錢的 但是你記住 長期吃這些膽固醇藥 基本上一定是短命的 但是西藥廠就會拿到 天文數字一樣的價錢 因為由你吃的第一瓶 你一生就停不了 你一生停不了 你一生就要繼續吃下去 明白嗎 但是我告訴你 膽固醇藥是很貴的 它原價由西藥廠出 是非常貴的 所以變成 它怎麼會隨便給幾篇文章 就打沉它 明白嗎 賺錢 天文數字 它不需要天天去捱 它只要說一個謊話 它就可以賺半個世紀的錢 那何樂而不為 是嗎 尤其是由西藥廠 FDA這班人 他們自己說的 全部的東西 所以雖然真實事件 膽固醇是好 但是降膽固醇的藥 就是大賣特賣 因為人類基本上 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宣減道 關於血液 和膽固醇之間的關係 所以 於是 這是一個團體 因為那裡有很多錢 所以變成關於 譬如美國政府 西藥的零售業 他們的批發商 傳媒 電視台 保險業 他們全班 不是單打獨鬥的 一群人一起做的 就製造這個膽固醇恐慌 那肯定會贏硬 為甚麼 第一 他們賣植物油 他們賣植物油 一定會令你很多膽固醇 兩人都贏了 我賣植物油 你吃吧 多吃一點 那你就一定會有膽固醇 但謊話就是 你吃我沒有膽固醇 但不是 現在證明了 你吃它 一定會有很多膽固醇 但另一邊 他就說 你膽固醇高 是吧 不行了 那你要記住 繼續吃植物油 不過油要吃我膽固醇的東西 明白嗎 已經玩完了 但問題是 那些人就這樣離開了 很多人會短命 但我們現在說醫學 就是一件這麼有趣 這麼傻 你不花時間去研究的話 你會被他騙了一個事實 所以你覺得無論是 花紫油、豆油、植物油 都是天文數字的錢 經濟的效益 以及關於西藥廠的效益 兩者都是說錢而導致的 好了 所以變成有一件事 現在我們要知道 所以我們戒食肉 戒食脂肪和膽固醇 是絕對不可以 治好血壓高心臟病的 為甚麼 因為你身體總之是 血的酸性高就會出事 但血的酸性高 可以 所以素食者 都一樣是可以有血壓高 一樣會有膽固醇 所謂高塞住的原因是為甚麼 誰想知道 一個理由很簡單 因為素食者是不吃肉的 所以他一定要吃 多一點的碳水化合物 高的澱粉質 低的脂肪 既然他低脂肪 他一定要吃澱粉質去補 但問題是 他會導致更高心臟病 更高糖尿病 更高癌症 所以素食者的神話 又打串了 其實是不好吃的 即是不好素食的 你排毒就可以了 有些排毒餐 例如在台灣很流行 吃幾天就可以了 如果你打算一輩子吃 你就要預備心臟病藥 糖尿病 癌症病 為甚麼 因為原來很簡單 因為高澱粉質 長期吃高澱粉質會怎樣 是長期導致 你的胰島素水平高企 你很快就消毀了你的胰臟 你的胰臟 一消毀你就糖尿病了 就是這麼簡單 因為你已經不吃蛋白質 你又不吃油脂肪酸 所以人類吃的三種食物當中 你一定會特別多澱粉質 一多澱粉質 你就會收工 你的胰島素 就會長期站得很高 長期這麼高企 其實你的身體是有害的 所以發現 長期素食者 血管硬化是更嚴重的 因為身體用更多的方式製造 更多的勞動之下 去創造 補足他的營養 但是這樣會製造很多酸性 所以其實如果我們想有完美食物 值得一提就是 素食就不要考慮 不要考慮吃素食 應該是吃正常的食餐 不過要多些蔬菜 有水果 並且要避免煎炸的天然油 因為如果你食用油 已經換成椰青油 已經可以了 接下來我們看看 甚麼是最好的油 誰想知道 最好的油 基本上我們會談幾樣東西 給大家知道 暫時我所認同 最好的油 是椰青油 其次最好的油 但是現時是不存在的 記住 是不存在的 有人不賣 不過是不存在的 為甚麼 其次最好的油是提紙核油 但是我看看 它的榨取過程是污染了的 以現時我們的科技 是不能夠把提紙核油炸出來 就是不污染 我講的是提紙核油 你去到一公升賣三百多元 那個做法 起碼我對科技的認識 我看回整個過程 是污染做的 是有毒的 OK 如果你用三十多元一瓶 就神祝福你了 提紙核油 我的意思是你用一兩瓶也OK 如果你打算一家人一輩子用 那個我真的不提議 所以 首先 如果它的價錢能夠降低 就是它的程序價錢能夠降低 第二它能夠用最好的方法去榨取 提紙核油將會僅僅排第二 就是和椰青油差不多 但是提紙核油和椰青油 是完全不同的兩樣東西 首先 好處 兩者都有 如果有朝一日可能他真的賣到 幾十元或者一百元一公升 但是能夠合乎我說 我對科技研究那種沒有毒 那種沒有污染的方式 我會兩樣都用 我會用提紙核油做煮食 我會用椰青油做濕化物 但現在來說 我無論煮食和濕化物 我都會用椰青油 OK 因為提紙核油用那種撮嘴的方式 是不行的 現時這個方法是不行的 因為我現在說 他們在用一千公斤 一千公斤的提紙 所炸出 它應該是九百六十公斤 九百六十公斤的提紙 才炸到一公升的提紙核油